不客气 帅婷 师兄 海耀 怎么了海耀 落骑了 来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来 落在这儿 疼了是吧 来 再看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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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一揉啊 海儿不哭 海儿是最勇敢的男子汉了 告诉你三婶 怎么了 蜻蜓 蜻蜓 飞走了 蜻蜓飞走了 没关系 只要花园还在 蜻蜓还是会回来的 海儿 等下次有聚会 三婶陪你一块抓蜻蜓好不好 可是 三婶 这几天海儿一直都不见你 你去哪儿了 还有三叔 三叔说话不算数 他说给海儿买小木马的 你三叔他 你 你三叔他 三叔老爷 海儿 过来 怎么了 海儿 唯一和 你想干什么呀 明道明强往我身上来 别把孩子牵涉进来 大嫂 娘 刚才是海儿在花园里住 婷婷摔倒了三婶 把海儿扶起来 三婶是好人 没有欺负海儿 小孩子你懂什么呀 辣妹 看好海儿 别让这些不相干的人 再靠近她 是 走吧 海儿 咱们去那边啊 我现在可真是 越来越佩服你了 人前你是那么温柔可人 人后你那点心思 也只有娘才会被你骗到 被人羞了还有脸回来 看来孤家三少奶奶的头衔 对你还真有吸引力呀 文宇和 我告诉你 只要有我宁墨心在 孤家的主你永远都做不了 不要痴心妄想 也不要打什么歪主意 如果你想玩 我奉陪到底 孤家三少奶奶 有件事我不太明白 你说 我们家少棠 宁可到外边找个妓女 也不愿回来面对你 到底为什么呀 夏老师 什么事啊 你今天见到那个青楼女子了吗 见到了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 这个女人到底有多美 让我三哥神魂颠倒的 还让她离开我三嫂 行了 你不要整天想这些事情了 时候不早 赶紧休息吧 三嫂真可怜 有没有 cał真啊 宅依靠 这个宅子里面的事情是很复杂的 也许你现在年纪小 不能够体会 等你长大一点 你就会知道 感情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 其实我觉得三嫂要走就让她走好了 反正我三个也不喜欢她 留在这个孤家只能让她受罪 害她一辈子 夏大哥 你这次出去有见到我二嫂吗 没有 我去有三间寺苗 都没有她的下落 奇怪 她也不在我家 也不在我家其他的田产 连寺庙都没有她的踪影 难道这个人人间蒸发了 夏大哥 你放心 我娘每次不诗都有一个小本子 我一定帮你找到她好不好 谢谢 那我先走了 最近守贞规矩学得怎么样 四小姐很聪明 只是那玩心啊 好像还没收回来呢 我想啊 可能是书啊 读太多了 被那些什么那个思想解放 读害得太深了 是啊 我也后悔当初太宠她 听了她的 手针也大了 女大不中流 这丫头啊 从小就疯 只该找个人好好管管她 老太的意思是 给她找个人家 娘 来了 我让厨房给您做了热的甜点 您吃一个吧 不 还真不错啊 这孩子变得越来越懂事 越来越知道孝敬您了 手针真是大了 也有个大姑娘的样了 娘一定会帮你找个好人家 娘 我不嫁 我要一辈子待在娘身边 胡说 哪有女孩长大了不嫁人哪 我嫁了谁陪娘啊 这说的也是啊 你三个这么不懂事 我还能指望他什么 你大哥下落不明 唯独你二哥 最懂事 最成器 可惜啊 天度英才 每天你要真的嫁了人啊 这家里还真少了一个体体的人呢 娘 我从学堂回来以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二嫂 她现在在哪儿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二嫂为了给你二哥守洁 到了一个很清静的地方 修行度日啊 那在什么地方啊 你问这干什么 没有 我只是觉得二嫂她现在肯定特别孤单 我想找她去说说话 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 那倒不必 你二嫂说了 你二哥死了以后 她的心也死了 可是她内心平静 只想每天念经送佛 安度余生 不希望任何人去打扰她 那娘也不去看她 你今天怎么对你二嫂的事特别感兴趣 没有 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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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二嫂才刚进门不久 你二哥就死了 不知道的人还在那儿议论纷纷 说我们姑家明婚 给死人买媳妇 你一个大姑娘家不知道避讳 还在那儿凑什么热闹啊 我看方嫂教你的规矩啊 你都白学了 娘 你们别生气了 我以后不问了不就是了吗 你明白就好 去 去歇着吧 那娘别生气了啊 老太太 你说守真这孩子 怎么无缘无故问起这些事情来了 姑家呀 不太平 也不知道老夫人能不能相中呢 老太太来了 来 坐 老夫人 找我啊 你算是找对人了 不是我马眉婆子说大话啊 那方圆百里 谁不知道我叫马大嘴啊 这绰号呢是难听了点啊 可我说成那亲事啊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他们个个都和和美美的 真的 要不然呢 那您家小姐的亲事就包在我的身上 我保证给她挑选一个如意郎君 娘 给娘请安 这就是小姐吧 好个俊秀的姑娘 不愧是大家闺秀啊 那看着就是不一样 他也走 不然 现在的年轻少爷 就喜欢小姐这样的女子 娘 守珍 你不想了 婚姻大事不可以再耽误了 娘 我说过我不要 守珍 不要 守珍 我不要 小姐 夫人 你看这是 你看看你 你白天见人就跑 现在看到你也不会喊一声 这越大越没规矩 老太太 女儿家害嫂是常有的事 女人都得嫁 娘 我不嫁 您让我嫁给一个没有感情的人 我不嫁 你这是什么话 哪个女人不是这样的 我们那个年代 结婚前连丈夫的脸都不曾见过 娘 我要自己养活我自己 您现在不是也没有丈夫吗 您不是也过得好好的吗 放肆 四小姐 看把老太太给气的 娘 我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爹现在虽然不在了 可是您不是这样把这家里打理得这么好吗 难道女人就一定要嫁吗 女人一定要嫁 不嫁 无所归一 不嫁 没有地方安放牌位 不嫁 你连个姓氏都没有 这个是颜商马家公子的 这是镇长的儿子刘公子 虽然是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可是娘不想逼你 这两个 可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 你自己选一个 自己看看 娘非要我嫁吗 好 娘是让我自己选是吗 这可是你未来的丈夫 人选都是好人选 不论身家 学士 相貌 都是没得挑的 你要看仔细 你就选这个 夏老板家 夏老板家 全叔 什么事啊 我正到处找你呢 马车给你准备好了 就在当院等着呢 谢谢啊 还需要人手吗 不用了 姑家还有老公人在那呢 收缩的事情 我自己来就行了 melhor 怎么样 都好了吗 好了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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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三 三 二 三 小师傅 等一下 夏老师 妈 可累死我了 守珍 怎么会是你啊 你不是答应过我要帮我的吗 我今天要寻找自己的幸福 你会帮我的 对不对 你还不让我出来诉讼金鼓快让 我累死我了 我说入梦啊 人家已经明摆着 不让你进他们家门了 你跟着他还有什么意思吗 万一他们家真不给他钱 难不成你还跟着他 到大街上讨饭去 赵妈妈的意思 你还不如继续在万花楼挂牌 我们努力一把 我保证你一红再红 出口 我告诉你 萧如梦已经不再是青楼女子 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的话 我就告你毕梁为昌 我的孤三少爷 你口袋里可是已经没有影子了啊 还敢这么嚣张 我告诉你 我要不是看在如梦的面上 我早让人拿把大扫把把你赶出大门去了 哪还容得了你 在这高床软整的 躺得这么舒服啊 你干什么你 哎 哎 哎呀 干什么呀 你 哎呦 哎呦 吴少棠 你这个王八蛋 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方啊 敢跟老娘动手啊 明天一早 你就跟我乖乖地滚蛋 要不然的话 我就派人把你扔到大街上去 我看你还神气到什么时候 哼 少棠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我看你还是先回家吧 我们的事情以后再说 如梦 我想清楚 娘既然帮你进家门 那我也不回去了 我从小到大 都是被娘牵着鼻子走 从来都是被别人活着 这回我让他们知道 我吴少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明天我出去找工作 不管怎么样 我不会让你受苦的 你真的肯为我放弃这么多 少棠 你想清楚了没有 你为我放弃的 你不只是少爷的生活 不只是家财万贯 你放弃的是一生的前途 我不在乎这些 我在乎的是你 只要有你在身边 我才觉得自己活得真正像个男人 没有娘骂我 没有媳妇管我 我是个自由自在的人 我可以把握自己的生活 我可以把握自己的生活 你也可以阻止不了你进门 但却阻止不了我娶你 随时便劳 你可有心情 你不能把我日子 哪里 我正在乎 你又能把我日子 你都没有 你都没有 我先努力 夏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躲在凉棚里看星星 秋天到了 果实就丰收了 等到了冬天 我们就生意如火 围坐在坑上 讲故事 那时候 我们还会有我们的孩子 他们一定是很聪明 很漂亮的 在坑上 讲故事 妇女 慢慢讲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刘公子 来 这块瓜子 刘公子 你别这样 你看这大庭广众都吓得 大庭广众怎么了 我就喜欢大庭广众 刘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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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 你给我入手 什么人敢挡本公子的路 你凭什么光天花日之下调心妇女呢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看你是找打 夏老师 我娘就是让我嫁给这种一贯情受 原来是登龙坊的顾佳四小姐 失礼 失礼 退下 夏老师 我们走 我们走啊 四小姐 夏老师 夏老师 快走啊 四小姐 你听我说的 四小姐 姑奶奶 车呀 快 你等等我啊 没事吧 黄包神 来 快回去吧 你今天可喘祸了 我 我娘 让我嫁给这种人 我这样做 只是不想让我这么不幸 我知道 我还去想你收租呢 你快回去吧 走吧 啊 夏 来 行了 回去吧 小心点啊 夏大哥 谢谢你 走吧 师父 快点啊 走 怎么样了 又有什么新情况啊 老太婆说了 如果顾绍堂娶了我的话 她就不认这个儿子了 嗯 我们的计划是行不通了 我觉得顾少堂 已经没什么利用价值了 不如我们放了他 再立想别的办法 怎么没有利用价值啊 他是顾家唯一的子孙 只是你不知道该怎么用而已 你又有什么鬼点子了 既然闻得不行 咱们就来捂的 无独不战捂 该出点狠招了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想请顾少堂到我这来坐几天 你想绑架他 绑架勒索虽然不能掌握整个孤家 但可以让他们元气大伤 至于其他的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不行 这样太危险了 万一筋动了寻补房怎么办 你放心 人心都是肉掌的 老太婆可以不认他这个儿子 但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他的儿子去死 我在道上婚了这么多年 如果连寻补房都搞不定 我早就死了 那拿到赎金之后 你会放了他吗 你什么时候对他这么关心了 小龙猫 你最好别爱上他 要不然他肯定得死了 你也不会有什么好认不过的 你给我记住你是我的女人 是我让你这么干的 这是计划 你不能对他动真心 知道吗 阿三 行了 别再啰嗦了 我让你怎么做你就得怎么做 今夜三更台人上后山 不见不散 烧棠 如梦 东西生日好了 我们现在就走 现在客栈住一夜 明天早上我们再找房子 我听你的 来 我们喝一杯 庆祝我们的重生 来 干杯 少唐 你真的想好了要跟我走吗 你就不怕以后吃苦 傻瓜 我要跟你说多少次你才相信 我不怕 只要我们能在一起 我什么都不怕 好端端的 怎么又哭了 没有 没有 我是高兴的 我是高兴的 少唐 我问你 如果有一天 我是说假如 假如有一天 你发现我不是你想得那么好 你还会不会这么对我 当然会 我孤少唐做事从不后悔 好人如梦 不说这个了 今天是好日子 我们应该开开心心才对 来 喝酒 酒是伤身的 还是不喝为妙 好 再说以后还要过苦日子呢 应该好好习惯一下 说得有道理 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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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心思手软下不了手 可你想到居然你要跟他私奔 我没有 没有 我都看见了 你还敢跟我狡辩啊 我真的没有 我刚才在房间 我是逼他要喝下那个有迷奥的酒的 可是他说以后要过苦日子 现在要开始借酒 我一个女人 又没有办法逼他 所以 我就把他骗出来了 我心想 只要到了没人的地方 你肯定可以收拾他的 我们一出来就碰见你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好 我相信你 请来 请来 你现在 拿这把枪 把他给我杀了 拿着 快点 来 去 你 看了 行了你啊 我告诉你 这可是我的肉票留着卖钱哪 快 带走 走 快 走 娘 大家都是自己人 我也没有必要瞒着大家了 少唐被绑架了 他们要求我们三天之内 准备五万块仙大洋送上山 否则就等着收拾 娘 我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们大家还是赶紧凑钱 就三哥回来吧 我不赞成 这封信除了白纸黑字之外 什么都没有 万一这是恶作剧 那岂不便宜那帮绑匪了 不会的 我去万花楼问过了 三少爷和那个叫 如梦的女人确实是失踪的 我去少唐这么一个儿子 就算是恶作剧 我勉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娘 这五万块可不是个小数目 一旦发生变故 小则登龙坊无法经营 大则动摇孤家的组业根基 我看还是报巡谱局的好 不行 这件事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一旦泄露出去 少唐他 顾家只剩下少唐和海儿两个难定了 海儿年纪还小 万一有个什么好歹 组里给予这份财产的人有这么多 我们孤儿寡妇的 这日子还怎么过得下去 娘 那您的意思是 暂停登龙坊的扩建 拿钱去熟少唐 都坐下吧 于和 你看呢 我觉得 罗佣扩建登龙坊的钱 是必会让登龙坊停工的 这样一来 少唐被抓的事情会传得很快 我们就很被动 我在想 要不要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人 先凑一凑 看看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先解决燃眉之急 然后再想想其他的方法 我就是这么想的 放手 放手 这里的东西 大概值个三万块现大洋 可是我们要得及 恐怕要不了好价钱 剩下的 你们两方凑一凑 应该就够了 阿桃 快去我房间 把之前的东西都拿过来 是 三少奶奶 三嫂 我这里也有 来 阿梅 听见了吗 三少奶奶的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 虽然我娘家 没有一和家有钱 不过人命关天 能帮多少是多少 即使是帮不了 娘知道我的心意 那我也就安心了 是 大少奶奶 陈叔 夏管家呢 回老太太的话 夏管家去乡里收租去了 那就麻烦你了 等东西凑齐了之后 先雇个家 看看够不够 如果不够 再把家里值钱的古董字画 拿到当幕去问一问 务必凑齐五万块大洋 是 老太太 菩萨保佑 少堂能够逢生化急 平安归来 少堂被绑架是三房的事情 凭什么要我出钱 真是我心 大少奶奶 你不觉得这件事有蹊跷吗 什么意思 你忘了 那天袁师傅说 有人拿着枪逼着他 给三少爷拿头发的事 你的意思是 这件事情会不会另有文章 没错 没错 顾家的人一个也不能相信 说不定少堂跟那个绑匪 就是一伙了 想从顾家骗出点钱来 然后跟那个妓女双宿双飞 顾少堂你这个没良心的 忘我对你那么好 她以为她做得很周密 没那么容易 这个家产是我用青春挣下的 是我用命守住的 她居然想这么轻易地 就夺走整个顾家的财产 蓝妹 过来 大少奶奶想把 孙少爷被绑架的事告诉族人 小心隔枪有儿 可是这么一来 万一族人惦记着孤家的财产 那孙少爷 放心 不会有事的 我管理邓龙坊这么多年 里边的老师傅都是我的人 这是一门靠手艺维持的生计 假如组长要派人代管 我一声令下 邓龙坊马上变成空壳 你说 到时候她是希望我垂帘听证 一直孝敬她好呢 还是守着空壳 做个名医代管好 这回我倒要看看 他们怎么收拾这个残局 四万九千三百 四万九千四百 四万九千五百 四万九千六百 四万九千七百 五万 四万九千八百 四万九千九百 四万九千九百 五万 娘 五万块颜园都准备好了 这两天总算没有白熬了 娘 五万千五百 五万千五百 一万千两百 一万千百年 万千七百 万千万千七百 一万千七百 你一个父到人家 这种事怎么能让你去呢 老太太 三少奶奶身交体贵的 跟土匪打交道 那太危险了 还是我去吧 娘 少堂是我丈夫 理所当然应该是我去 老太太 三少奶奶说得对 这女人去好 女人去啊 那些坏人戒心就小一点 这样三少爷就能平安地接回来 好 好 愚合 明天一早 你带人抬着箱子上身 少堂欠你的 孤家欠你的 慢慢 我们会还 我现在只希望少堂能够平安回来 你们夫妻团聚 我们孤家 能够真正的太平 放心吧 娘 我一定把少堂 平平安安地带回来 好 委屈你了 方嫂 墨歇 腊梅回话 说大少奶奶病了 病了 他可病得真是时候啊 他可病得真是时候啊 听说你病了啊 是啊 心病 好点了吗 好多了 卓尔 这回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简直就是一箭双雕 帮我保住了家产 还帮我除掉了文玉和 此话怎讲啊 文玉和主动请英 去给绑匪送赎金 我看他多半是有去无回了 你难道不怕绑匪针对顾兆堂下手啊 当真如此 你不觉得就是天意吗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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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不好了 七叔宫领着组里的叔伯兄弟 在私堂求见 这一手 他来干什么 我也不大清楚 不过好像 好像知道三少爷的事情了 娘 我没事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关嫂 去死堂 是